请收看,为心世界,用心看台湾,专门健康保险。 山高污染世间沉,伤不忍心本清净,凤军老祖八旋圈, 如花三族的流宝,满眼子孙一万年。 各位三星大德、县世同修,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为了要确保全民健康,让大家更知道保健身体正确的理念, 我们特别邀请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师群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问题, 增加健康的专业知识,带给社会、家庭、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陈俊佳,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杨继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整形外科继烧尚中心主任陈俊佳,陈医师。 陈医师,我真的没有想到你长这么帅又这么年轻啊。 我这个要当整形外科的主任医生真的不得了啊。 患者对你一定是非常的放心啊。 感觉你客气了,没有啦。 是是是。 这么帅的人又这么样的专业来当医生哦。 加上你有这么样的亲切哦。 我相信啊,这些如果说有生病的啦,患者啦, 其实已经很放心的。 而且最主要我看你是非常的诚恳哦。 不过刚刚我听你在介绍的时候, 您除了说整形外科主任之外啊, 您还说一个烧伤烫伤中心,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么说好了, 其实大家对于整形外科这个科别, 它其实是我们固定的专科医师, 也就是说经过国家考试,认证, 然后你有一连串专业训练之后, 才能够有个国家核定的一个专科医师。 就像外科医师、内科医师、小科医师、妇产科医师这样。 所以他是一个专科医师, 那他需要经过一连串的专业训练。 那在我们的养成跟训练过程当中, 其实所谓的整形就包括了一些重建的部分。 所以癌症的重建, 肢体的重建, 各项重建就是我们的专业。 那其实在除了重建之外, 就是一些困难伤口, 或像烧烫伤这种大面积的伤口的处置, 也是我们一部分需要去帮忙跟处理的部分。 然后像糖尿病除了一些困难伤口的照顾, 也是我们的工作。 当然因为这几年医美比较夯, 所以大家都把整形外科跟医美划上等号, 实际上它只是我们其中一小部分的业务而已。 所以其实在这种整形外科的这种工作里面, 其实是相当专业的。 对我们人体, 对各方面这些的主持要了解得非常清楚。 没错,没错。 不简单。 所以这是相当专业。 不过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女性在怀孕, 还有生小孩, 这个都是一个天职。 可是我们知道今天特别邀请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成俊家主任。 我们今天真的要来关心一些妇女朋友。 谈到这里是乳癌的这些的问题。 尤其是乳癌这些的问题, 其实好像三天两头你就会听到说, 某某人的某某人他怎么了又怎么了, 跟乳癌好像的花伤了关系。 为什么这些乳癌的问题, 目前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现况呢, 可以请你跟我们大家来谈一下吗? 乳癌在这几年, 它连续在女性的癌症里面, 它发生率已经好几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从96年到现在几乎都是第一名, 发生率都是第一名。 那当然原因是包括这几年, 国家它比较认真的去做筛检, 鼓励部女去做一些健康保健的动作, 所以其实会早期发现一些问题。 那可是因为跟环境有关系, 我们现在环境比较多一些, 不是那么天然的, 像台中, 现在我也发现台中空母其实也蛮严重的。 是啊, 这茫茫茫的一片。 对, 然后还有很多基改的食品, 那还有饮食行冠。 现在大家吃的东西就是都是大部分都是外食主比较多, 然后比较油腻油炸的东西, 所以这些问题都会造成说乳癌是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那目前来讲平均一年大概都会有接近200个新的案例发生。 所以其实每年都有这样的新的案例发生, 所以这个频率其实蛮高的。 是, 所以其实像刚刚说的饮食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的妇女朋友, 或是说其他的真的很忙碌, 加上忙碌可能加上焦虑忧虑, 再加上忙碌吃的关系, 这也都是引发乳癌的主要的原因吗? 是的, 没有错,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乳癌常见的一些原因, 肥胖是一个原因。 肥胖。 对, 然后再来就是像很多女生有晚婚, 然后比较晚生小孩, 这些都是也是属于高危险的原因之一。 然后再来就是饮食习惯, 然后再来就是你,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比较吃油炸的东西, 然后我们食物现在比较不健康, 是, 对,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环境的一些变化, 对, 这些问题都会, 那现在的人运动也少了, 对, 然后所以这些问题都可能会让乳癌的问题变多, 那乳癌当然除了环境跟一些生活上的情况之外, 还有就是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如果说父母母亲姐妹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 它也是属于高危险性, 也是会比较容易发生, 所以它其实还有遗传因子在里面, 对, 那另外我想就是说一般在我们浩发年龄, 大概几岁要特别的注意这之间, 耗发年龄在四十五岁到六十九岁这段时间, 是, 就是大概就是在停经的前后这段时间, 是, 因为其实我们乳癌跟我们的女性荷蒙, 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女性荷蒙有关系, 其实男生就很少听到乳癌, 主要是因为跟女性荷蒙有关系, 那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是说, 因为妇女她会怀孕生小孩, 那每个月的那个月经周期, 它也会造成乳癌的变化, 乳房的变化, 所以这些变化都会刺激我们可能乳癌会发生, 是, 其实像这些的问题, 外来的因素有一些我们是防不胜防, 其实是生在无奈的生活当中, 但是这一些我们如果尽量可以预防, 像刚刚我们的陈医师陈主任, 特别关心的就是说, 其实平常的饮食要多注意一下, 油腻的东西, 那身材保持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平衡的, 再来就是说我们要多运动, 我想现在很多人知道运动是一个口号而已, 知道运动是很重要, 但是其实要运动的时候想起来也是兴趣缺缺, 这要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也很, 这几年也在讲六分钟护医生, 就是在讲一些口号, 也不能说口号, 就是在做一些宣导, 就是鼓励妇女她每个礼拜做自我筛检, 然后每个月都定一期做一些, 就比较详尽的一些自我检测, 那如果有问题呢, 其实现在卫福部就是国家, 它有提供就是45岁到65岁的妇女, 每两年有一次的免费的乳房摄影的检查, 那如果家族家里面有这样的病友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姐妹啊, 或者是母亲啊, 或是奶奶她们就是有这样的病史的话, 属于高危险群的话, 那其实提前到40岁就已经可以到医院做免费的检查, 那这些检查都可以及早地去发现问题, 然后做接片啊, 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都可以提早发现, 提早地做处理。 知道说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自我检查一下, 那到底要怎么样自我检查? 那检查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讲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构造, 其实自己要很了解,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简单的宣导的方式就是说, 你已经在洗澡的时候, 或是说在洗澡的时候, 你就是沿着乳头, 然后往周围去做按压的动作, 那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 有摸到一些肿块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压痛点啊, 然后再看看皮肤有没有一些不规则变化啊, 说不规则还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有些凹陷啊, 或者是说因为, 因为有时候在里面如果有长肿瘤或结块的时候, 它会把皮肤做一个拉扯的动作, 所以它皮肤可能会有些变化, 然后再来就是看乳头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啊, 这些状况, 这些异常的状况都可以提早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关心或到医院去做检查, 没错, 刚刚陈主任提到了, 其实很多的女性刚好反过来, 大家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联系, 要看看哪个地方的皱纹多长一条, 哪边怎么样了, 哪边又长一块斑了, 其实如果把这一些关心的事情, 可以放在自己的乳房上面多注意的话, 应该可以减低很多很多, 而且自己也可以安心很多很多, 是, 没错, 因为现在我们也有, 我们在门诊也遇到很多, 就是早期发现, 那其实它是可能只是良性的种类, 或是在原未来的情况, 就是它还没有发展到真的癌症, 那就进一步做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 其实病人就不需要接受后续更严重的, 譬如说化疗, 或放射尖治疗这些治疗, 那所以其实术后的恢复跟生活品质, 还是状况都好很多, 是, 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会比较好, 对,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般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保健上的问题就是, 可能自己饮食这一方面问题, 但是最近我刚好有一个机会, 刚好认识一位女生, 也就在运动场里面, 运动也遇到她, 她告诉我她的手比较没有力气, 后来原来才知道, 因为她就是乳癌去做化疗, 那所以在她的右肩上面留了一条管, 就是还要再做化疗, 可是医生跟她讲说, 这个管可以拆了, 而且她告诉我说, 很好的消息, 医生说这些指数呢, 目前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 那像这样的情况, 它大概是第几期会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现象出现, 其实现在的治疗成果都非常好, 我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是初期是原胃癌的话, 就基本上它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都可以治愈了, 因为后续的追踪, 大概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你不需要化疗, 也不需要电疗, 那如果一期的话,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可以治疗, 好可以痊愈, 然后二期的话到百分之八十, 那三期也要到百分之七十, 对,除非是说你已经有扩散到其他地方, 那治愈的机会就比较差一点, 而这几年其实整个医疗在进步, 一些免疫疗法或是病法治疗, 其实都在台湾都有健保给付了, 所以其实乳癌的治疗其实等于是说越来越完善, 所以其实我常常跟我的病友或是我的病人说, 就是其实乳患乳癌来说, 它其实基本上是大概是目前我们认为, 日常生活认为说常见的一些癌症里面, 它算是治愈率最高的, 而且也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 是, 最怕的就是说有些人呢, 他想就是去寻求一些秘方嘛, 或者就是说可能想尽一些办法, 不过我记得在一二十年前有一位就是, 他也是台语的歌星歌唱得非常的棒的, 也是因为自己是乳癌的问题呢,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勇于突破他的心态, 去做这些手术的切除的治疗, 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呢, 就是宝贵的生命可能没有办法再延续下去了,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般您刚提到说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检查, 几岁以上来做检查, 而且是渐渐的不必花钱嘛, 对不必花钱的, 是是, 45岁到69岁, 没两年有一次的免费上检, 是, 可是我听说这个检查好像真的很痛, 你检查回来的女性都是好痛好痛, 是有些不舒服, 因为一个是不习惯,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医院在做检查的时候, 它的整个流程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当你去做第一次检查的时候, 其实你会真的还蛮有挫折感的, 那可是其实对门诊的医师来说, 如果你真的是有去医院做评估, 然后你是有风险的, 那也有证实说有一些状况, 就是只要医生能够觉得是有必要, 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另外一个检查, 就是超音波检查, 乳房超音波, 对, 那乳房超音波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 是是是, 那其实在台湾来讲, 台湾跟西方人, 西方国家不太一样, 台湾的妇女的乳房, 它其实是比较致密的, 而且比较小, 所以其实反而我们, 我们用超音波检查, 其实在侦测率上面, 或是在筛选率上面, 其实也不会差, 也不会比乳房摄影差,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对乳房摄影有恐惧, 其实可以到医院跟医生讨论, 然后可以用乳房超音波来代替, 是是, 为什么这个乳房摄影一定要那么痛, 可以不要那么痛? 应该, 应该说, 因为它, 它其实是, 简单的说它是一种X光摄影, 它主要是看我们的乳房里面, 有没有一些潜在一些概化点, 所以它必须把乳房稍微做一个挤压的动作, 那它才有办法在X光上面看得到这样的概化点, 所以它通常都是不舒服是在那个过程, 一个是病人没有准备, 然后再来就是在挤压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其实是, 因为每个人胸部大小不一样, 是, 所以有时候在挤压的时候, 那力道没有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去做调整,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蛮不舒服的, 那这些是医生来做还是护理师来做? 其实是放射科的医检师, 医检师, 对,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部女, 他真的非得做检查, 其实因为台湾现在医疗进步了, 而且我们也在做一些品质的改善, 其实你可以跟你的医检师说一下, 大部分做这样的乳房检查的医检师都是女性,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沟通, 你就跟他说一下就是说, 可不可以轻一点, 然后我比较敏感, 或是我比较怕痛, 那其实他们是可以愿意配合的, 没错, 对, 我就知道现在的所有的医生, 所有的团队都是相当的, 个性都很好, 而且很好沟通, 现在的服务品质也是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尽量沟通一下, 是, 没错, 这点还蛮重要的, 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说, 就是说, 一般人就说得了乳癌以后, 有些人其实对自己, 他说他的人生变成黑白了, 有这么样的披露, 你可以举个案例, 到医院去的时候, 当您跟他说, 可能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们都是有哪一些的反应, 或者是医生怎么去安慰他, 其实我想大部分的病人的确都是, 都是这样的反应, 因为当我们听到一个噩耗的时候, 一个不好的消息, 将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大概都会觉得, 怎么这么倒霉, 然后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怎么会被上天啊, 或是惩罚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都跟病人讲说, 其实每一个人身体, 就像我常常跟我的病人形容说, 一个人就像一台车, 买一台新车, 那你开着开着啊, 可能十年, 二十年就会拿个零件抛锚, 其实每台车状况不一样, 那可是在台湾其实是, 是还蛮幸福的, 大家都有在全民健保的情况下, 你可以及早发现, 然后又很好治疗, 其实如果要好好去配合,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其实现在乳癌的治疗, 治愈率非常高, 而且所有的治疗, 其实都有健保给付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花时间跟, 去配合医生来做这些事情, 那我也常常鼓励我病人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压力都太大, 就是我们工作很帮忙, 那其实真的你没有时间停下来, 我刚才提到, 其实乳癌常发生的是, 45岁到69岁的妇女, 其实这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经历过, 人生很多的努力跟奋斗了, 其实我都鼓励他们说, 其实你应该停下脚步来, 想想看自己, 怎么面对自己的身体, 然后其实也许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说, 你应该休息, 你要好爱惜自己, 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多给家人一点时间, 没错,没错, 对, 那通常我都会花几次的门诊时间, 跟这些病友沟通, 因为大部分的病友, 其实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大概会面临说, 接下来治疗怎么办, 接下来大路怎么走, 然后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所以大部分的恐惧跟不安, 都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未知, 所以我们大概都会花一点时间, 譬如说我会收集一些案例, 然后我也会有一些比较乐观, 比较正向的一些病友, 那他们都会愿意跟这些人来做分享,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分享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容易找到安全感, 比较容易找到支持,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像这些乳癌的这些的患者, 当一听医生宣布的时候, 当然就是说, 往后的路就像医生说, 要怎么走,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去克服它, 未来在哪个地方, 那其实也不用那么的悲哀,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位朋友, 我们去泡汤, 这个泡汤是女生一大堆的泡汤, 那这个泡汤里面, 我就一看, 因为大家坦诚相见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位太太, 她也是一样, 她胸部只有一个, 其他是一个刀口是平的, 她很勇敢的, 我相信她已经完全面对, 能够再找回健康,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她在泡汤的时候, 就这么坦然, 这么自在, 所以呢, 让我们又可以得到了一个, 就像我师父婚言禅师, 这开始我们说, 万生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 因为她这么样的坦然, 她得到了健康, 然后她也不遮不掩的, 大家也没有说, 可能早期也没做重建, 她就这样子, 我觉得她也过得非常的自在, 没说, 其实你讲得非常好, 其实有时候我也在, 我的病友, 或是我病人身上, 学到这些东西,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其实我常常会透过, 这样跟病友沟通, 跟聊天的过程当中, 去了解, 去理解一些事情, 是, 那的确其实, 虽然我是整形外科医师, 很多人都把整形外科医师, 跟医美划上等号, 其实事实上, 有些病友跟我聊完天之后, 他反而会决定, 他不想做重建, 就跟雅琪姐, 您讲的一样, 这她的思维是什么, 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 其实就像您说的, 其实她会觉得, 是外在的东西, 这是外在的东西, 并没有办法改变她自己, 这个人的本质跟特质, 是, 对, 那她有时候会在意说, 别人会不会怎么看待, 其实我也跟她说, 不会啊,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病人, 那她其实活得健康, 然后她能够, 人生能够继续走下去, 是过很快乐,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透过这样的聊天, 其实有时候, 我会邀请她的另外一半, 或是家里跟她比较亲密的人一起来,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沟通, 其实有时候, 其实是生病的时候, 你很不知道怎么跟家里, 或是你另外一半, 是, 讲这样的事情, 可是透过这样的会谈, 或是这样的沟通之后, 其实她反而坦然了, 而且她发现她先生也不在意, 她发现她先生爱的, 喜欢的是她这样的一个人, 她对, 有没有去做乳房重建, 根本就是没有关系, 所以她反而更开心, 她不需要去忧虑, 去担心这件事, 是, 当然如果她的先生非常在意的话, 我们现在, 就是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 就是今天要跟我们谈的, 就是乳房重建, 术后的乳房重建, 不过呢, 这是目前我听说了, 就是说, 现在的乳房重建, 这个技术科技真的一级棒的, 连乳房, 乳因, 乳头, 可以一次重建完成, 是不是, 对, 又这么厉害, 这当然是拜医疗科技所赐,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也是整形外科医师的前辈, 在不断地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让这样的技术能够更精进, 能够落实到病人治疗当中, 是, 不过我在想,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的陈俊佳主任, 你是整形外科主任吗, 可以告诉我们说, 医你这样的整个过程, 这么久在医院里面, 做这整形外科医师, 就是乳房重建这方面, 到底是重建的人多, 还是他认为我选择坦荡, 只是现在慢慢的重建的人变多了, 原因是因为, 现在大家经济条件比较好, 然后大家就是, 其实很多的母女或女性同胞, 他们其实他们的社交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的, 他们有时候譬如说, 很多东西是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社交活动, 所以他需要跟一些其他人, 就需要在衣着上面, 或是跟别人互动上面, 所以他会希望做一些重建, 是, 那可是这些部分就是会经过这样的讨论方式, 去满足他的要求, 所以其实跟病人先沟通好, 了解他的需求,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没错,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医学, 科技是非常的发达, 但是也是相当有人性, 也是尊重对方, 如果说他愿意的话, 就尊重他, 那如果真的他是说, 任何他愿意跟不愿意都没有关系, 只要说往后都是一直很健康, 这应该是你们最想做到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中山医学大学, 辐射医院的整型外科主任, 他就是陈俊佳陈医师, 今天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 感恩祝福你, 同时也感谢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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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健康保健,